大家好 我是小帆 我现在在广西桂林 这期视频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最正宗的桂林米粉 看看和柳州的螺蛳粉有什么不同 广西有两个美食在全国特别有名 一个是柳州螺蛳粉 另一个就是桂林米粉了 之前在柳州吃过了螺蛳粉 今天我们就去体验一下桂林米粉 其实我昨天在酒店附近就已经吃过了 这次我主要是想带大家去体验一家环境比较好的店 据说这是桂林最有名的一家店哦 但是这个我真的不好评价了 因为这一路上体验了太多号称最有名的店 大多数都不怎么实至名归 所以我们先别管那么多了 这家店是不是最有名不重要 只要它的米粉好吃就行了 就这家店了 呃又是一个上锅央视的 之前查资料的时候没看到这个呢 我现在是真的有点犹豫了 感觉被央视推荐的都不怎么靠谱啊 怎么办要不要进去呢 呃不管了 既来之则安之吧 大不了明天另外再探一家店好了 呃里面的人还不少呢 不过好像大多数都是游客 因为这旁边就是两江四湖景区 我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下攻略啊 说是来这家店不要看菜单 直接点一两二两或者三两就行了 因为菜单上面的价格是给游客准备的 你们看这个就是给游客准备的 当地人吃的是用不锈钢碗的 我点了一份三两的10块钱 就是这样煮的 不过不会煮太久 其实就是过一下 因为米粉是已经煮过了的 呃现在在切肉呢 桂林米粉的标配是两种肉 一种是卤肉 一种是锅烧 然后加点花生 但这里用的是弯豆 然后再加点卤汁 你们看我的就是这种不锈钢碗 这里是配菜区自己配的 我加一点辣椒 加点酸豆角 其他的就不要了 再来杯汤就好了 OK 这个就是桂林米粉了 上面只有很薄的一层肉 呃 这个是卤肉 牛肉 这个是锅烧猪肉 我们老家叫这个叫猪油渣 因为卤汁是在碗底 所以得把它拌原来 让卤汁伸到米粉里面 这样才更入味 我点的是三两的米粉 10块钱 这里还有一两的米粉 6块钱 二两的米粉是8块钱 价格非常便宜 菜单上的好像最少也得20块钱吧 你们也可以加一点这种汤到米粉里 这个就看个人口味了 现在开始了 我这种是地鸡腿 好吃 还这个汤好 这个汤应该是用骨头熬出来的 哇 很好吃 这个牛肉蛮好吃的 如果大家想多吃点牛肉的话 可以点其他的套餐 还有很多种黑酸汁 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 民主大家想吃最正宗最低的 味道里面 其实大铁小像都是 我这不是第一只吃了 我其实昨天我就已经吃过了 也是在酒店附近吃的 就一家普通的店 今天这家是比较有名的店了 但是我昨天吃的那家是普通的店 感觉口感 比这个还要好吃一点 所以啊 如果假如说只是为了吃的话 也必要说找特别有名的店 虽然这家店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好 但是其他的小巷子 这个人的店也是很不错的 也是非常好 像我昨天出的那家店的味道 我觉得比这家还要好 但是那家店呢 没有这家店看得干净 你可能跟柳树螺蛳粉真的是不一样 但柳树螺蛳粉是放到汤里面 所以它必须要是很近到 如果假如说我把柜树米粉跟柳树螺蛳粉 那个米粉不换一下 那就可能不好吃 所以各地的美食啊 真的好吃 要有确定的食材 来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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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糖可以糖好喝 哦 这个糖比我昨天没加糖好喝 它是米粉 不敢跟米粉 对面加吃的好吃 但是也好吃 味道也非常不错 这汤更好喝 好了 吃完了 这家店的米粉真的非常不错 虽然没有我昨天吃的米粉好吃 但是这边的汤特别好喝 真的很不错 大家来桂林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不一定要到这家店了 桂林的大街小巷里面有很多米粉店 你只要看到它的米粉不超过10块钱 那绝对是ok的 因为桂林当地能吃米粉绝对不会超过10块钱的 桂林米粉和柳州螺蛳粉是两种不同的美食 要放在一起比较的话真的很难比 两个都非常好吃 都有自己的特色 大家来桂林一定要尝试桂林米粉 而来柳州的话一定要尝试柳州螺蛳粉 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了 我是小斑 谁又疼慕了